五天的节日廉价已经结束 从昨天起就能够看到各大道涌现了大量的回程车潮 五级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助理巴吉里警监就预计 但是今天就会有450万辆车使用高速大道返回吉隆坡 当中120万辆车会使用南北大道回程 五级安曼交通调查和执法部指出 昨天全国高速大道车流量平均上升2.65% 统计有359万辆车使用大道回程 当局也预测从明天起一直到星期天 会有超过550万辆车使用大道陆续回程开工 巴吉里也说警方会在这几天高峰期在繁忙地段展开顺畅行动 确保交通堵塞情况受到控制 百分之一